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終始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可要後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我們看 賴清德520演講 強調改變台灣壯大國家 那定料台灣新世界 世界新台灣的同時 華爾街日報今天專題分析 這裡頭提及賴清德展現的是可預測性 今天事實上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公開演講 他表態 美國應該直接承認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亡議痛罵 罵台獨呢 事實上直接破壞了台海的和平 而國台辦說 美日事實上擋不了中國統一台灣 好中國對台的文攻武嚇事實上是企圖改變台海現狀的 所以各界高度關注的是來執政之後要面對的是內外交戰 緊接著今天呢立法院場內戰到場外 那一方面確實是藍白的法案特別的引人爭議 另外一方面這回合各自的動員 外界攻防高度焦慮的是國會相關的擴權法案 昨天AIT前處長喔 協同30個學者喔 事實上也聯名喔 這個提醒台灣社會這樣的擴權方案 可能傷害台灣社會的民主 而後續會有哪一些政治變化跟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彭夏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黃青龍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時代力量王萬鈺 大家好 再來是林亮君 林冠傑好 大家好 再來是吳坤玉 大家好 再來是周一航 大家好 好 我剛講賴清德就職演說之後呢 國際媒體高度關注跟評論 那這裡頭一方面呢 話接日報是定調賴清德展現了可預測性 可是國台辦跟王毅當然生氣氣的痛罵台獨 那臨近台灣最挺台灣的日本呢 事實上也有相當多的專題分析 這裡頭提及的是賴的執政 將來不僅僅是在台灣的內部 那包含對於外部都有龐大的壓力跟挑戰 好 韋航剛看到的是日本媒體高度關注 賴清德執政之後對內跟對外 確實是面對各種壓力跟挑戰 好的 這個大家首先關注的重點之一 是賴清德的就職演講 放出去之後 阿共有什麼反應 當然反應會從兩個管道出來 第一 國台辦 第二 外交部 外交部呢 主要是針對來台灣 觀禮的這些各國的 不管是使節或是代表團的 那當然他們能夠做的宣誓呢 是從外交的角度說 台獨是死路一條 那些少數來台灣的 這個不重要 中國呢有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友人 叫俄羅斯 這個中國最近的狀況也不是很好啦 但是呢 場次原來該有的氣勢還是要有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實際上他們對於賴清德的這份講稿 彼此之間還沒有辦法拿捏出一個方向 特別是國台辦 國台辦的表現呢 相對就比較跟過去是一樣 他們並沒有針對2020 蔡英文講稿和2024賴清德講稿之間的差異性 去做太多的鋪陳 感覺起來就是照本宣科已經提前準備好的東西 就丟出來繼續去唱九二共識等等的基調 那賴清德實際上在他昨天的談話中 大家都有抓到一些重點 首先是忽不隸屬大聲的喊出來 再來就是呢 直接叫對方你就中國啦 那中國你就中國 你就是中國就對了 那當然提台灣呢 則是大量的把台灣的這個字眼大量提升 不過我有稍微問了一下他們 就是中華民國講的次數也比蔡英文2020的稿要多 所以該多的都有多 反正就重複多講幾次 次數多起來意思就會傳出來 然而賴清德今天拋出這些話之後 他所獲得的包括美國或日本方面的肯定 也沒有超出預期太多 所以很多人要問賴清德這個講稿 是不是把台灣往獨立的方向更推呢 似乎看起來也沒有這樣這麼強大的動力 賴清德的確在美方的關注之下 大家也都知道嘛 事前就是美方一直派人來關切他的稿子 用各種方式去關切 那目前看起來是這份稿子是 美方可以接受而中方還難以做出正確的反應 不過後續啊中方應該還是會持續的加強啊 去這個威逼我們的海峽中線啊 甚至在東岸活動繼續走他們原先要走的路 另外一個重要的看點還是在於台灣國內呢 包括剛才的這個我們所引用的 國外日本的新聞片段也提到了 這個近期除了有外患 特別是在金門那一邊水域活動的阿貢之外呢 在國內呢也有一些相關的 特別是立院院會的立法工房 那在這個立法工房的這個狀況啊 大家這個在我們錄影同時啊 仍然在持續進行中 現在這是所謂攏藏意識的階段 在處理這個國會擴權或是所謂的 這個藐視國會稅啊 他推進的速度到一個小時只能推進一條 那這個依照這個推進速度啊 搞不好一個月目前這一次會議排的 大概一個月都清不完 這麼慢的推進速度 實際上都是在考驗大家的耐性啊 然而今天的狀況已經比上個禮拜五 就是這五二是一次會啊 雖然他是分了兩天 但他實際上是一次會議 是照走之前的議程 那今天呢首先啊 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畫面 這是一個什麼畫面呢 你可以看到啊 這個包括參與委員啊 這個很開心的吃的芭樂 撒的梅粉啊 國民黨委員也在分食 芭樂還在吃香蕉 為什麼呢 這個吃香蕉當然是指太陽花 芭樂的這個部分 當然是指五一九柯文哲的那個活動 當時他們在台上喊說 民進黨沒有拿梅子粉 所以民進黨今天拿一箱梅子粉去現場 你要就全部撒給你 重點是國民黨也在分的吃 那說穿了 國民黨也覺得民眾黨那個搞白 因為大家也可以看到 民眾黨五一九其實相對困窮 第一人數真的比過往少很多 第二是主持人啊 或者整體現場 脈動處理能力 真的也跟過往差很多 熱情的程度也差很多 那主持人在台上講說什麼 流血流汗流口水啊 你要流口水那我發梅子粉給你 好 當藍綠都已經把民眾黨 往信任的方向去處理的時候 實際上立院的這個攻防的軸線 就慢慢的從黃國昌主導 轉變成為誰主導 韓國瑜主導或者是傅昆綺主導 所以今天民進黨的攻防的重點 已經變成說韓國瑜怎麼不召開 黨團協商 韓國瑜怎麼沒有青年人數 就開始表決 那當然他們還是繼續的一樣一樣推 只是速度變比較慢 國民黨也有打一個戰術就是 好我就直接表決你民進黨的 在那個修正動議 以及再修正動議 所以國民黨現在操作的輿論的立場 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實際上回歸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點 那些法案其實那些條文要修的其實都不重要 民進黨提案都不重要 重點還是在於藐視國會的關鍵法條 今天過關了 那這個過關的法條 原則上除了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外 重點還是說官員如果在質詢上面 特別是態度沒辦法獲得滿意 在立院過半同意之下 他可以進入藐視國會罪的懲罰 那實際投出來的條文是2萬到20萬 是罰錢的為主 但是在執行上呢 已經有非常多的刑法的專家去指出來 實際上他會有很大的認知問題 因為他還包括一個叫做 其他藐視國會執行文 就這個其他藐視 我如果現在直接說來我藐視中華民國國會 那我這樣就要罰2到20萬 那還要因為會通過 還是因為我沒有公務員身份 所以他們罰不了我 對但是要看後面的法條 因為還沒有全部過嘛 要看後面的法條 會不會有你民間要提供資料的人 比如說你是政府的 比如說政府包給你一個業配的案子 你去做了 那你有回答的義務嗎 你有提供資料的義務嗎 如果你來了在那邊藐視國會的話 你不提供實問虛答反質詢 那要怎麼算 因為他有另外一個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 所以現在重點 那我再反舉例 台積電現在經常在抱怨 他們缺綠電跟綠能 那台積電如果跟台電採購了 他需要的ESG的綠電跟綠能 那台電隸屬經濟部 那立法委員諮詢新的經濟部長 國際會說 哎呀為什麼台電的綠電這樣子 賣給台積電提供資料 那台積電只要不提供資料 台積電就可以罰2到20萬 2到20萬 德連續處罰 對他是可以德連續處罰 那當然還是需要 那大家覺得這合不合理嗎 對那當然對大企業來說 我就給你罰可能是沒差 重點是其他的一般個人 我是台積電的股東 我也覺得不合理喔 對 對啊 那你立法院水準那麼低 那麼沒水準的亂要一堆資料 那我就每天給你開罰單喔 已經秒釋國會了 對 我就是秒釋沒水準的立法院嘛 尤其秒釋現在沒水準的這些咖嘛 就是這個社會秒不秒釋你們 取決於你們的本質 是 不是你們立了一個法 所秒釋你們通通抓去關 我來示範其中的一段 就是到底秒釋國會 因為有所謂的不得反質詢 反質詢到底什麼 因為大家有時候會看到立恩對象 你不是也怎麼樣 你之前也不是也怎樣嗎 這個到底叫不要反質詢 我們就以葉原志最近的一次質詢為例 他在質詢蔡英文的論文 他問台灣的教育部長 一定是台灣的教育部長嘛 問說為什麼英國的大學沒有公佈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那台灣的教育部長來回答什麼 他說 可是我又不是英國的國王部長 沒有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我就會說不好意思 其實我不知情 對 可是這個是不是隱瞞 因為他隱瞞也不行 沒有我真的不知道 英國所有的學制跟他 要不要公佈的法規啊 可是現在的狀況是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是由立院投票決定的 比如立院 大家有主席同意 立院過半投票 然後決定你這個行為是在裝死 所以我只要回答我不知情 都算是藐視國會 都有可能因為你們拒絕回答 拒絕提供 那我要問台灣社會有投票權的公民 我們要不要把這麼爛的國會 直接藐視推翻掉算 要藐視就藐視到底的倒閣啊 解散國會 他們也不敢提倒閣啊 因為解散國會他們會輸啊 因為我真心藐視 所以我真心想要解散國會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現在民進黨的戰術就是說 你有本事你就 你就推倒閣 我們就解散國會 但是藍牌就知道 現在如果倒閣解散國會 大家選一定必輸的 所以他們是絕對不會走到這一步 他們就是在這一個範圍內在鬧 所以他們現在想要建立的攤頭堡 就是我先把這個條文弄過了 說穿了啦 對國民黨來說 國會改革很重要嗎 搞這種東西真的有那麼大影響力嗎 就算真的搞了個聽證會 你那些那種程度立法會也會不會 問不出個鳥啊 程度太差了 所以他們這個是要放一個雨去 喂民眾黨 因為那是黃國昌要做的面子 他做這個面子給黃國昌 他要的是後面的 復坤旗的法案 或者國民黨的包括中天赴臺 包括其他NCC的這些法案 這些才是國民黨要的 特別是 就是這個軍公教的這個年改的部分 你要把他返回去 這還是國民黨真的要的嗎 所以現在這場戰才剛開始打 這個第一波的耳才丟出去 後續會怎麼發展 真的要看三黨之間的博弈 那坤宇怎麼觀察現在的發展 我們先來講兩岸 我們不要正經一點 因為講那個比較不會引起過多討論 這個大家說 這個各個外媒 他都說賴清德的講話可預測性很高 那麼我今天也要說明 這個國台辦的 還有外交中國外交部的反應 也可預測性很高 台獨死路一條 基本上這個陳平華回記者問 5月20號的所有的回答 就是以前講過的黨八股 重新唸一遍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關係的 什麼基本準則 然後到下面就又開始了 那就是把他的理由說明立場 講完了以後的開始詛咒 或是駐島 就是這個賴清德這個台獨的什麼 所作所為完全被你島內主流民意 損害台海地區和平穩定 台獨是死路一條 縱容支持台獨必須失敗 必定失敗 什麼中國中將統一啊 那也必將統一啊 那你不覺得這就是 就是駐島文跟那個 跟那個詛咒文嘛 所以當他賴清德的講話可預測性很高 然後大陸的講話也可以預測性很高的時候 基本上應該不會發生什麼大事 但是小事可能會風波不斷 那這個要小心一點就是了 就要提高警惕 然後戰場就開始要轉進了 他一定會用 會用別的方法來弄你 然後轉進來到國內 然後剛剛韋航就講說 今天的狀況啊 那這個我的解讀跟他有一點不一樣 為什麼 一邊拿巴勒 巴勒 這個當然是模仿他上一 這個五一九的活動 你拿巴勒 我也拿巴勒 然後有梅資本 但是為什麼又有香蕉呢 那個就是罵人了嘛 就香蕉你個巴勒了嘛 對不對 那個所以大家現在都要把 而且 藍白一起來香蕉你個巴勒 這個 這個就 藍綠一起來香蕉你個巴勒 那個就很好笑了 好 那麼 不過呢我覺得 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這個 這個 雖然國會各種的攻防它都存在 好 剛才韋航都已經把它分析得非常清楚 說 那個國民黨現在的策略是什麼 然後巴拉巴拉是什麼 但是 民進 應該說黃國昌 跟傅崑奇 在這一場局中間 他們的佈局是非常非常精密的 文場 無場都考慮到 文場就是說 我拿你 民進黨的提案裡面的一兩條過來 我給你過 哎 你就不要 不要講廢話啦 我們三黨一起同意的啊 你的東西也有在我裡面啊 你就講不出話來 他要用這個方式來封你的嘴 那無場的東西呢 那就更精彩了 嗯 好 等一下看一下許小欣的裝備 好 那許小欣的裝備 好 有沒有 這旁邊是生存遊戲的 對 那個軍品店的廣告 我問問各位觀眾 來我們看這張照片 這樣的國會議員 來 導播我們特寫許小欣那個裝備 這樣的國會議員 值得尊敬還是值得藐視 那觀眾你們就在你們心裡 誠實的面對自己一個答案 這樣的國會議員 值得你尊敬還是值得你藐視 他穿這樣子的裝備過來 就是要打真的 就是要真的打架的 打五場的 這個裝備 好 那個我也不稀奇啦 也不奇怪 以前沒有人 以前大家都很有規矩 藍的 綠的 不管打 怎麼打 打20年 沒有人帶裝備進場 好 大家就是打一打 然後後面 後面再來喬 好 那麼 可是他當你打這個 把這些裝備 通通都拿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要打 在國會議場裡面 來打五場 那你這個是要發動戰爭 沒有關係 發動戰爭我也有 來 我裝備都有 好 我們小弟 我別的不會 五場最會 來 那大家看頭盔 對不對 最明顯的叫頭盔 好 這個叫戰術頭盔 好 頂褲褲 防撞 裡面還有蹭里 好 防摔 好 好 這個 這個叫做 護膝 大家看到他身上 大家看到他身上 那種突起的部分 好 手肘 那叫護肘 膝蓋叫 膝蓋突起叫護膝 好 那護膝這也是 頂褲褲的 好 那他 他把你踢下去 撞下去 你會受傷 他不會受傷 好 裡面也是有蹭里的 好 他們的腳上 穿的是這個 那大家看 這個就是一個運動鞋嘛 到底這叫 不叫運動鞋 叫鋼頭安全鞋 大家看一下 這前面是硬的 好 這個 比較不會受傷 然後比較能踢人 經過我們以前的驗證是 消防車 輪胎壓過去 他都沒事 好 這個 這種東西 他如果踹你的話 你的膝蓋 是要受重傷 好 不要說膝蓋 小腿可能 腿骨都會被第一段 好 他們幾乎今天 那 所有國民黨委員 都帶了護膝 護肘 還有 手上帶了這個東西 那 叫半指 那 搏擊手套 為什麼叫搏擊手套 大家看這個幾個地方 你把他帶起來的時候 你把他帶起來的時候 你的手肘 攻擊傷人 然後又在保護 你的手骨這個地方 你出力最大的地方 是可以把人家臉打破的 而這個是硬的 就是 請問你帶這些裝備 國會我們一直在講說 他是一個 以鼠人頭代替打破人頭的地方 你帶這些裝備來 你到底是想幹嘛 而且我問這個社會 你帶這些裝備 真的是文明的進步嗎 好 那如果要玩野蠻遊戲 以後大家不要選舉了嘛 每天去出門幹架 直接打就好 國民黨已經把這些裝備 都拉出來了 請問民進黨有相應嗎 那 人家是已經裝備好 擺在那裡 準備跟你打針的了 請問民進黨有看到這一條嗎 那你起碼 那 有對應裝備吧 好不好 你的意思是說 老柯要去採購大量的裝備 對 如果國會要發展成這個樣子 才能開會的話 那簡直是 羅馬兵團在開會 那個簡直就是一個 非常悲哀的一個 一個情況 那就會回到我這樣的一個 納稅義務人的心稱啊 就是我真心藐視 而且覺得解散算啊 對啊 那你選這些人要來幹嘛 你要打無償 那外面打就好啦 對 我們裝備都在外面啊 對不對 好 所以我覺得是說 大家 所以這個公民社會 應該看清楚 這樣配備的立法委員 下次你不要投票給他 我藐視他 而且我譴責他 而且我抵制他嘛 好 現在來講到你剛才的藐視問題 好 這個法案一直有一個問題 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我一直沒有辦法理解 請問藐視國會罪 那執法單位是誰 主管機關啊 會變立院秘書 我這樣子講 我這樣子講喔 在中華民國的法律裡面 能夠罰人家錢的 第一個叫做法院 能夠判家刑的 能夠罰人家錢的 叫做法院 法院判決才有執行效力 對不對 第二個東西 叫做什麼 叫做行政裁罰 我罰你 那我受 我法律授權 某一個行政機關 給你 給你這個什麼 停車罰款 這個可以 中華民國立法機關 從頭到尾 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看過哪一個法條 是立法院 可以直接裁罰人民 或是裁罰官員 或是可以執行法律的 而且這樣又變成 求援兼裁判 所以 就是說我說你有罪 我順便罰你有罪 那你說我說這種 國會值得藐視跟解散 對 所以 那這個 老柯一直說 那這件事情是違憲的 其實他是有理由的 你不要說違憲 我就問各位觀眾朋友 我陳寗官藐視這些國會議員 然後他們說我有罪 請問到底誰有罪 各位觀眾朋友 你看到這一些肝虧跟配備 你真心尊敬他們 還是真心藐視他們 這個法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荒謬的 一個沒有經過深思的 你怎麼會去立這種法律 剛剛那個頭盔畫面 通通給我撥給觀眾朋友看 台中的選民下次選票 不要再給什麼廖偉翔 廖仙翔 楊琼英那幾個了 藐視他 抵制他 唾棄他 就是這個 那個羅廷偉 羅廷偉 羅廷偉 抵制他 許曉鑫抵制他 你不是鼓勵他 你是抵制他 如果這樣子玩天下大亂 我告訴你 你國民黨自己負責 是你帶頭的 這個東西我們以前 從來不會帶進國會裡面 我動員 現在在看年代向前看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不接受立法院這麼 你們拿起你的電話 打到你的區域立委的服務處去抗議 去直接公開的像我一樣大聲的說 我藐視你今天在國會殿堂的行為 因為你羞辱了你自己跟羞辱了這個國會 好我請教一下王玉 你怎麼觀察國會現在的發展 其實我想大家都提出來非常多 就是理論上國會應該是要數人頭 或是數拳頭的地方 應該要有理性對話的空間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昨天其實提出了一封信 要給三黨的這個主席 因為我們看到 在立法院現在的狀況 其實是沒有辦法有任何溝通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情緒的感覺 情緒是非常非常重的 我們看到不論是黃國昌 傅崑奇又或者是柯建民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他們的情緒 或者是過去的恩恩怨怨 有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讓國會裡面 完全沒有辦法有討論的空間 所以我們昨天提出來的呼籲 是第一個是 作為國家元首的賴主席 應該要召開國事會議 讓各黨好好來談 未來的國會要怎麼運作 而不是這樣打打鬧鬧 把整個第十一屆的立法院 都經過了 而沒有辦法推動任何具體的討論 第二個我們也期望 能夠來撤換總召 那你贊成今天 他們力推的國會藐視法案嗎 是 我覺得國會藐視法 其實在各國 還有在之前 我們的朝野各黨 其實都有討論過 大方向上 這樣的概念是對的 應該要有國會藐視法 可是我們反對的 會是在細節的部分 看到今天的畫面 你覺得這是一個往好的方向改革 當然不是 還是更向下沉沦 是 我們就覺得 這是過去 過去在批判國會濫權 或是國會擴權之下 現在只有變本加力 越來越惡劣 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其實就是有 刻意操作的成分在 光是廣國昌 在他的自己的五月 四月十五號的直播 就提到 他其實完全可以預測的是 五月十七號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會發生什麼事情的 還有在委員會目標 就是都不要來討論 都沒關係 我們就是直接進院會來做衝撞 其實這完全就是 藐視了我們民主的程序 文會中心主義完全不見了 還有 法案能不能實施討論 具體協商 共同推進 為了國家 為了人民來做著想 完全都看不到了 所以才會變成是 這是為什麼在國會當中的黑箱 讓大家這麼這麼的憤怒 他說 對再修正動議 再修正動議 的確是過去 不會提前告訴大家 會議上才會有的 他也告訴大家說 是民進黨提出了 四十幾次的散會動議 可是黃國昌沒有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前面是因為國民黨 連討論都不討論 完全不給大家 有發揮意見的空間 也不好好的來做溝通的情況之下 所以才變成 必須要提出三會動議 以及再修正動議 的確不會再會錢給大家 可是現在我們所謂的 黃復興版的法案 是再修正動議嗎 跟大家解釋一下 畢竟我們是這個立院退府會 我們也是榮譽顧問 立院生態是這樣的 所謂的再修正動議 是要針對某一個版本 又或者是在委員會 討論之後的版本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再次提出 針對那個版本 來做修正 可是這次提出來的 黃復興版的部分呢 是完全因為在委員會 沒有討論 所以大家完全不知道 哪一條未來會修成 怎麼樣子 所以它雖然美其名 叫做再修正動議 但實際上它是一個 直接二讀的版本 如果說進負二讀 其實還要經過一讀的程序 還要經過程序委員會的程序 可是現在沒有 現在是假借再修正動議的名稱 直接送了一版 大家從來沒看過 也不知道會長 怎麼樣的法案進去 婉玉 你身為曾經的黃國昌 多年的政治夥伴 你看到黃國昌 今天的政治路線跟政治選擇 是一個更進步的發展嗎 首先啊我沒有跟她 是多年的政治夥伴 至少世代力量的過程啊 都在黨員裡面是沒錯 我們都是黨員沒錯 但是我之前就有提到說 我2021 黃國昌都不會接到電話 對國昌其實跟我是完全失聯 我其實沒有辦法傳訊息給她 我也沒有辦法找到她 所以早就失聯許久了 所以曾經同黨 但是不是政治夥伴 陌生陌生 彼此有點陌生 曾經同黨但是陌生的政治夥伴 好你怎麼看今天的黃國昌的表現 我覺得國昌絕對是一個認真的人 絕對是有法治素養的人 也絕對是一個願意做事的人 所以國會改革的法案的確是大家 共同的期待也應該要往前推進的 但是之所以今天大家覺得她變了 或者是很生氣的原因就在於 她明明知道這麼做是不符合程序正義的 明明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 甚至她在直播上也自己告訴大家 她其實就是沒有要這麼做 她沒有什麼目標 她只是要衝出委員會而已 就是說她過去的理想 過去她的價值 過去她的主張 完全當然無存 我今天要的就是要在520之前 給你們難看 十年前的黃國昌打臉 今天的黃國昌嘛 今天的黃國昌跟十年前的黃國昌 剛好都在對立面嘛 所以覺得很可惜啦 也很可悲 或是甚至很生氣啦 因為我覺得 如果把權力 如果把知識 如果把能力用在對的地方上 因為對的方向上 絕對對台灣是一個好的幫助 好的方式 可是她卻把她的聰明才智 用在用這種方式來傷害台灣的民主 我覺得是完完不可以 好我請教一下黃國昌專家周瑋航 今天的黃國昌打臉十年前的黃國昌 十年前的黃國昌打臉今天的黃國昌 其實不用講那麼久 她其實四年前的 就會打臉她自己 不需要 十年她至少演了六年啦 可是重點是她最近的這四年 她號稱了成賢 她到底成下去 有沒有浮起來 實際上是沒有 她成得更深了嘛 她所想到的一個方式 就是直接去扒著 傅昆奇 直接去扒著票多的國民黨 國民黨要什麼我給她 國民黨就會給我最缺的什麼票 反正國民黨那些人也不用拿 反正國民黨那些人也不用拿 反正國民黨那些人聽 就是傅昆奇 現在這樣講 那我們就跟著這樣走 黃國昌就是賭急著 要去衝目前的這一波 她會覺得說 我現在立刻給民進黨難看 我就可以保持這個細事 一方面她可以用這個來 繼續裹挟柯文哲 因為其實從519我沒看到 她就是要有一副要取得代之 把柯文哲壓下去 另外一方面 她要去壓制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還是有跟綠合的 這種傾向 所以現在對黃國昌真正的威脅 其實不見得是來自於 立恩外面這群年輕人 有理想的人 這些人當然 其實立恩外面 其實抗議的不是國民黨 講白臉都是黃國昌納命 我看 我在錄影的同時 剛好是呱吉在台上大吼大叫 好呱吉喔 明天發他來 她就是在那邊現場一直罵黃國昌 整個活動之所以 會有那麼多人 會有那麼多動力 就是太陽花的冤親債主 要去找黃國昌尋仇 當年大家給你那麼多的政治能量 你現在拿去貼傅崑奇 完全不是當年太陽花英勇的模樣 所以黃國昌的這一股債 而且場外這些人 都是不能接受傅崑奇的嘛 當然是不可能接受傅崑奇 可是傅崑奇的人 黃國昌這種道德玩人 覺得傅崑奇好棒棒 對重點是現在也沒有人會相信他的這一套邏輯 當然黃國昌還是有一票 非常瘋狂的粉絲還有崇拜者啦 這些人已經放棄自立 就是要跟著他 反正黃國昌講的永遠都是對的 但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些人的動能 隨便像5197就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因為他實際上 你拿不到一些具體東西 所以黃國昌在擠啊 趕快給我過馬條 不管怎麼樣 我就可以做出成績單 號稱我已經完成國會改革 即使改出來的東西千創百孔 不重要 好那我問你喔 今天場外這一些人主動集結 事實上也準備跟黃國昌對幹啊 啊對 這些人我不認為今天會是 就是比如說今天投到 欸今天院會結束就結束了 因為下個禮拜還要認可這一週的議事論嘛 重點就是你表決前沒有清點人數 不然就是表決的時候 108總共100連票要投出110票 這怎麼可能過得了呢 這個就怎麼看都不合法 所以實際上下就是下一次會 我跟你講立法院的國會改革進步 就是有108個人類 可以寄出110票 你看多麼進步啊 我們開票都沒有辦法這麼進步 改革改到票都會越改越多 對到最後面也是不知道 投的到底是誰 對啊立法院最好把我的銀行帳戶 我跟你講立法院最好把我的銀行帳戶也改革 每天鈔票都增加 現在就是一切都是非常混亂 甚至我們在這邊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具體最後通過的法條是什麼 因為他們只有現場的那些草紙而已 所以大家只有影印版或是手寫版的東西 這是我們在接觸國會二十幾年來 都沒有碰過的狀況 而這一切的原因是什麼 黃國昌急著要做出誠實 而且我不敢相信我們文明社會 有這樣的體制組織分工分權 然後最後是一堆人拿著頭盔鋼盔想要打架 然後法條並不清楚 那立法院就直接解散算啊 對這個 就是你跟我錄影都還有明確的人事實地物跟主題 然後本人我每天準時開工 我是一個多麼有生產力跟效率的團隊 那立法院到底在幹什麼 對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現在他們正在做什麼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因為他們今天也出現 本來黃國昌一直都說 政黨協商要公開扣民 結果早上第一場協商黃國昌有說不要直播 這都是一切都他講 以前都說他要直播 禁止私相授受 柯建平跟王金平坐下來談事情 他要衝過去踢場 結果他現在很多法僚是怎麼出來的 他自己私下跟傅昆錡 兩個人自己寫一寫都寫出來了 所以要講打臉我們經常講 大家都可能改變過去自己的主張 但你是越改越好還是越改越爛 我想這個是有公平 黃國昌就越改越爛啊 立法院就越改越爛啊 我剛剛講立法院把大家銀行戶頭都增加還比較快 大家可能比較幸福 對這個就是如果國軍有接受這一套 就是陰到108元10到110元的自動多兩個人 我想國軍應該會很開心 我每天就是陰到108萬10到110萬 然後明天就10到112萬 我每天就這樣增加2萬 這M1直接增加 這樣我必要說 過去我們經常講立院的運作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 這個真的要去改善 但是不是用這種目前超之過急 完全就是為了遂行個人政治目的的方式 去做到一些實際上根本不是大家所要的 好我請教青龍大哥 你怎麼觀察立法院場內場外的亂鬥 好我就回想到1987年啊 我們那時候就跑立法院了 37 8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的國會是真的要改革 因為老委員嘛 那麼久都沒有 當時扮演衝撞的就是黨外 後來民進黨 那麼我都印象中有非常深刻就是說 當時啊就算是朱高正這樣的所謂的戰艦 他有很多動作派 可是實際的朝委學上是非常嚴謹針對法條 一條一條來談 好 那麼我們認為說 那個時候的國會是不堪的 結果你現在發現 現在的立法院居然還比快40年前的時候 台灣的第一波國會改革的時候還糟糕 好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對於這一次的這個所謂的國會的擴權的法案 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懷疑 就這些人不夠格 他們不夠格掌權 再把他們擴權增壓權力 只是讓這個社會更惡質 我認為如果不是太不夠格 你講來說不夠格掌權 另外就是什麼 太壞 太壞是什麼原因呢 他這裡頭有一個非常不合邏輯的地方 你國會包括對行政部門有那麼多的擴權 這是假設什麼 假設你國民黨永遠不會執政 你管他 不是不是 國民黨不會執政 是台灣的好事 你聽我講 他只有假設國民黨不會執政 因為你如果國民黨有天執政 我這些法擺在那裡 我到時候的立法院 我天天給你行政業 我可以做很多的前置 國民黨這樣搞下去 在我納粹義務人員裡 他不但不要執政 我都覺得 快快快你們去回歸你們的祖國 你們離開台灣好了 大家既然要兩國一邊一邊 沒關係 你講出很多人的心情 歡迎你回歸祖國 你講出很多人的心情 但是他這個邏輯會變成 我認為這背後有一個是包括 來自也許是包括北京的研判 就是說以現在的台灣的政治走向 國民黨很難有機會回到執政 那怎麼辦呢 就利用國會這個平台 用利用這個國會平台 提出這麼多 剛剛講到的這麼多荒謬的這些法案 然後呢就癱瘓你 癱瘓你讓台灣社會對民主 失去信心 失去信心的結果 他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這是最好的一個現實的說法 那我就回應你 我剛剛就跟台灣社會全民講 你們秒不秒釋這樣的國會議員 如果你秒釋他 你抵制他 你以後一票都不要投給他 對 就是沒有關係 大家來動員嘛 今天這一幫國會議員 還是全民的選舉的結果嘛 是的 那不管是解散國會 或者下一次一票都不給他 所有鏡頭上你看不爽 看不順眼的 你就動員你身邊所有的人 一票都不給他 我覺得你剛喊的真的是很多人的心聲 但是我也必須很殘酷的 很現實的講 台灣社會真的很分裂 也就是說啊 這樣的行為 在他們的算計裡面 大家講徐曉昕啊 徐曉昕怎麼上來的 徐曉昕難道那是一個成為 正常的政治人物的一個走的路嗎 結果他在黨內可以打敗費洪泰 他的選舉老人之后 有這麼多這樣的奇奇怪怪的 他照樣每天直播 因為很多為什麼呢 這個跟環境也有關係 因為現在的媒體 現在的社交平台 他非常有助於去鞏固 他既有的這一個板塊 這個就是中共現在在利用 包括TikTok裡頭 他可以使用的一個地方 而且很奇怪 這一招啊 真的是副總招啊 去了北京之後回來 開始採取的一個動作 難怪很多人會懷疑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 裡通外合的一個 一個背後的一個 沒有我覺得這個社會要 全面的譴責跟監督 國民黨立委 副總招他一個人這樣幹 請問其他五十多個 國民黨立委都 你們幹嘛追隨副總招 他叫你們 像他那個兩兆方案 我就直接問彰化的立委 你彰化分兩兆嗎 我就問嘉義的立委 你嘉義分兩兆嗎 那傅昆琦拿兩兆去監設 花蓮干你什麼事 你們這些傻大頭冤大頭 還要幫他數鈔票 你們幹嘛幫他背書 我就問這個社會 中華民國一整年 中央政府總預算也兩兆多 傅昆琦一個人拿走兩兆 你其他人都餓死啊 那很簡單嘛 國民黨的其他立委 為什麼跟著傅昆琦走 國民黨其他立委要檢討嘛 那所有呢 中部地區的立委 抵制你的區域國民黨立委 因為那批人他們事實上 不應該跟著傅昆琦走嘛 我就問台中的選民 傅昆琦拿走兩兆的預算 請問台中拿走什麼 請問你台中捷運在哪裡 這個社會到最後還是要妥協啊 你就是點出了一個重點啊 他這一波的傅昆琦都帶頭 這不但是這個個人利益 超過政黨利益 然後政黨利益超過國家利益 我們的納稅錢要支持兩兆的乾坑方案嗎 就是大家都應該去問的問題 沒有關係 我今天問這個社會很多觀眾 你都可以有你內心誠實的答案 那一些誠實的答案 都應該反映在你的政治 跟投票行為上面 那我請教亮君 你怎麼觀察今天這一局 今天我們看到說 現在在青島東路外面 其實聚集了非常多的年輕人 然後大家手持標語 然後希望說這個能夠逐條審查 這就完全讓我想到十年前 因為當時十年前 我也是坐在立法院外面的學生 而且在當時 其實在2014年的3月17號的時候 在當時黃國昌他針對服帽 沒有逐條審查 當時國民黨想要禁字 直接禁附二讀 然後包裹式的表決 來取代在委員會的實質審查的時候 當時就發起了民間團體的公民行動 守護民主120個小時的行動 當時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其實當時的新聞聯絡的人 還是我本人 所以當時我們都是在同一陣線的 我們跟國昌通通都在同一陣線的 當時就是這樣子 在3月17號的早上 要求到立法院外面 我們要求服帽要實質審查 那大家就知道後來發生了318學運嘛 我們全部衝到立法院裡面 後來我們一直不斷的要求 在所有的服帽協議上面 要逐條的來去做審查 那我們看到說在3月18號的時候 3月18號的前一天 我剛剛講這個記者會 這個是3月2014年3月17號 黃國昌在立法院外面 他拿著麥克風喊說 逐條審查服帽協議 不要粗暴的破壞民主制度 踐踏民主 而這是今天早上 這是今天早上 2024年的5月21號早上 我們看到後面很多的公民團體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站在前面說話的人 已經不是黃國昌了 今天5月21號 2024年5月21號 我們站在外面的這些年輕人 站在外面的這些公民團體 反的是什麼 反對是已經跟10年前 完完全全徹徹底底 完全不一樣的黃國昌 當時他在318的時候 第一時間 對群眾講話 他就是講到說 我們要求 践行民主的程序 從委員會開始實質審查 所以實質審查這件事 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當時對大家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就是318學運 為什麼到後來 引爆台灣人民的憤怒 最關鍵的原因嘛 那今天回過頭來講說 現在這個國會擴權法案 大家為什麼同樣這麼的憤怒 就是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 現在立法院實質審查的內容是什麼 在2014年的時候 當時的服貿協議 甚至還有放在立法院網站上面 90天 大家全民都可以去審視 就是整個服貿協議裡面的 每一條的條文跟內容 所以當時有非常多的研討會 非常多的專家學者 都來去講說 服貿協議對台灣的 產經衝擊 可是現在 那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到底要改什麼內容 沒人知道 一直到517當天 他們提出了一個 過去國民黨 民眾黨 原本提出28個 20幾個版本以外的 二讀的版本 完全還是在這28個以外的 另外一個全新版本 那所以根本就不知道 他們實質討論的內容 那你今天要跟我講說 你不是黑箱 你是很用心 很希望 國會來推動改革的 我認為這全部都是假的 你是假 國會改革之名 來行濫權之使 我們回到實質的法條來去看 這個是原本 原本的法條 在立法院職權行司法的 第25條 原本裡面是只有三點 針對質詢的答覆 不得超過實質範圍之外 那如果呢 這個拒絕答覆 或者是相關的狀況的話 主席得以制止 這是原本 這是在今天之前的 立法院行司法的 第25條 在議會裡面 其實也是這樣 如果在這個議事廳裡面 如果官員或者是市長 針對我們質詢的內容 他如果就是有任何的這個 不當之處 那主席他可以出來才是 要求這個官員 針對議員的問題 來去做回答 可是我們來看到 今天上午已經正式通過的 藐視國會罪 他的條文內容是什麼 他是講說 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 並且不得反質詢 剛剛其實我們已經討論 反質詢了 我就講 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 是不是今天我官員 只要問一個 不好意思議員 你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不在我們的市政範圍之內 所以我沒有辦法討論 這個是在我們議場裡面 很常問到的嘛 有時候政治工坊的時候 問他一些 是這個政治議題的時候 有時候市長或官員就說 議員我們就市政 來進行討論 今天這個議題 我想不是市政的範圍 那我是不是可以說你在反質詢 我是不是可以說你在藐視我議會的職權 所以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就是看每一個立法委員 只要我看你不爽 我看這個官員不爽 我就認為你是對我反質詢嘛 那再來就是說 所有這個有關秘密事項 經主席同意 不得就是如果你要講說秘密的部分 除非主席認為他是秘密 否則你都應該要對 所有立法委員的質詢來去做揭露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事情 大家知道前這個 在去年選舉的時候爆發這個 前件洩密案 大家其實一直很關心 我們現在 在國防外交委員會裡面的 所有秘件 有很多東西 真的都是秘密會議 有很多東西是不能 直接拿到檯面上來去講的 那如果是金主席同意 如果今天韓國瑜才是說 我認為這個不是秘密 請官員揭露詢答 如果我們的官員 堅持這是國防外交秘密 不願意做詢答跟答覆的話 那怎麼辦 他要被罰錢 他要被追究刑事責任 那這個 這個很明顯就是 把我們所有的秘密 要全部公開給所有人知道吧 那這個合理嗎 那再來就是說 其他剛講的其他藐視國會的行為 法不明確 我想要講 如果今天是這個 這個版本 其實就是黃國昌委員 跟這個傅坤起說 共同提出來的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版本 如果十年前的黃國昌 康乃爾法學博士 認為這樣子的立法素質 立法品質是好的 他會這樣認為嗎 十年前的黃國昌 就是認為在這個部分 不能直接擴權 立法院要實質審查 去逐條討論 所以你看 現在通過這樣子的法案 人民能夠接受嗎 人民能夠理解嗎 就是說 現在這個是 現在審到 第26條的版本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這個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版本 後面還有很多 大家要討論的地方 包含說 調查小組 我們就是在國會裡面 他可以做聽證會 可以潛力調查小組 裡面呢 如果他可以要求 政府機關 部隊 法人 團體或 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民眾黨一再的 用新聞稿對外強調說 我們現在要罰的是官員 對 對 對 官員沒有錯 25條是官員沒有錯 可是在你們後來 你們接下來還會持續審查 後面的法條 第47條裡面 就會涉及到 一般的法人 公司 航號 團體 一般的人民 相關的人員 如果你在聽證上面 拒絕答覆 拒絕提供資料的話 一樣 最後的法則 1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 並且得 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所以 像這樣子的法條 無限的擴權 所以你現在假改革之名 持續的濫權 人民沒辦法接受嘛 那我們最低的要求 就是民主的社會 我們要逐條討論 實質討論 辯論出一個 對國家最好的法案 這個就是台灣民主的底線 好 我們稍後回來